自從實施違規停車零容忍政策後 取締 舉發等案件平傳 實施的績效也是大眾所關心的部分 今日市政總質詢中 台南市議員郭新華提出 去年與今年違規案件的統計 質疑該項政策是否成效不彰 我們集合的精神重要就是要交通比較好 比較少車好 結果我們集合的公民不走出來 所有這裡的暗冬 海南市議員郭新華認為 依照統計數據的結果 此兩項政策的成效不大顯著 這幾年來比高起來 剛才幾百八十三個車 這些車數 來 你今年你嚴重 在那一項的時候 四方車多一間出來 這個四方車多一間出來 這個四方車多一間出來 上海的人剛才減一間 村的警數一千五百十三個車 上海的人一千九百六十七個人 我跟你說 這個送禮的時候 差不多頂位都學閃 對此台南市警察局長陳子敬回應 由於要考量到該項政策的實施時間 顧統計的結果較難比較 林農總是四月切施開始這項 所以今年一月切施到 前九年四月切施開始比高 所以今年一年比五年多 第二就是說 四月切施到四月三十個 這個機車 這個安全過 這個 九年四月切施到四月三十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機車 譬如說沒有這個專欄 沒有錢 所以有專欄跟不專欄 當然是會生中 啊再來 我簡單的好了 再來就是說 我們安南區 這幾年來的這個銀口 一定在生中 這個蘇國 蘇國越來越多 我們要去年到 到我們蔣緯寺老時 七月對七月 一天說打拚這樣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專欄 是不是 以九年跟住民來說 我們這個安南區的路都很大條嘛 你說安明啦 什麼台江大道 什麼國馬 這些都很大 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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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蘇國一定比較多 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從國後要退休人 我就不去聽個派 我聽到來得罪 我們的市民 我警察做四十三年 對的事情 我們就應該來做 對我們市民好 可以保障我們市民 財產生生命安全 我覺得應該 應該改作 我們要來做 郭欣華議員另提到 民眾使用監視器 及行車紀錄器等畫面 檢舉交通違規 警察單位需經過 查證數時候才能舉發 他是沒有經過查證數時 他是在交通監視器 和行車紀錄器的指證 依法無際 不可以做舉發的遺跡 所以在這裡 如果有行車紀錄器 和監視器的發展的人 應該對我們台南市政府來信守 台南市的國單位 會接受這個信守 記者林佳儀台南採訪報導